那另外有一位王太太在昨天的时候call in进来给我们 她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实用的 她说政府呢发给低收入户很多的这个粮食券哦 那今年好像有特殊的规定 以前粮食券可以慢慢用 今年用不完明年继续用 但是她是说今年2021年很特别哦 有一个指示有一个公告跟他们讲说 12月31号今年的粮食券今年务必用完哦 那这是不是真的呢 如果她想要留下来明年过新年的时候 再使用难道不可以吗 这是都市传说谣言还是真的有这回事 今年2021年的粮食券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吗 我们靠小天时间为大家找到的是我们 绞生社区服务中心的主任 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我们Apple Law刘小姐 哈喽Apple你好 你好 拜托我们解答一下粮食券的问题好吗 因为我也要知道这个王太太怎么抽到这个消息 因为我也收到这个WeChat send过来的 然后昨天我也了解过我打去就是给我WeChat的人 他说他也觉得是额传是误传 因为昨天我也在这个去这个DPSS 粮食券的网站去看 他的Update News没有这个消息 然后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客人都拿这个粮食券啊 他看的特别又慌张哦 所以像这个是官方说法在官方网站上完全没有这件事吗 都没有 当然他怕的话 他可以直接打电话过去 那个人继续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现在我可以跟你们讲这个电话 可以直接打给他 太好了 他们的电话是626 569 1399 如果他英文不通我可以讲说我要讲中文吗 是不是 可以讲中文 他有不同的语言 越南话 国语啊 英文都可以打去问的 太赞了 好的 谢谢我们的这个Apple给我们提供这么棒的一个讯息哦